9點30分 在Take a Walk 聽到的這首歌曲是 伊雷莎樂團的新歌叫做 幸福的原點 三首歌這樣聽下來很明顯的 他們跟以前是不一樣了 當然部分原因也是加入了新的成員 再來我想一個團成軍一陣子之後 會想要去做一些比較不一樣的嘗試 那在做不同嘗試的時候 也是會戰戰兢兢 因為你不曉得以前聽你們歌的人可不可以接受 那有做好心理準備 可能會流失掉一些聽眾嗎 有 都想得到 對 但是我覺得其實音樂就是要不斷去嘗試 因為我們一開始也沒有其實就是 就是去對設定我們要往哪個方向走 對 那當然就是之後我先發了之後 看大家的反應怎麼樣 但是我覺得還是 重點是我們大家玩得開心 對 可是新的成員加入的時候會覺得 蛤我來的這種以前聽的人都走了耶 會啊其實還蠻會擔心 對因為我自己喜歡 或是做出來的音樂就是比較可愛的那種 對啊 所以跟一蕾莎 就是原本的音樂差蠻多的 我就擔心會沒辦法調和 因為雨潔今天沒有來嘛 所以你跟雨潔就是走那種可愛風的嗎 嗯 還是只有你 因為雨潔不是 因為她一整個就是可愛一樣 雨潔不是 跟她外表是走一樣的路線 對 她是聽重金屬 比較黑暗的那種 對啊 而且其實我是希望走就是酷酷的路線 不用 妳長得太可愛了 沒有辦法酷酷 對啊 可是我做的音樂是可愛的啦對不對 所以就是有點擔心 沒辦法跟她們以前那麽比較重一點的感覺 她沒辦法融合 所以那個時候有一些可能聽慣原本伊蕾莎的歌的朋友 就好我們下回再見了 其實有些歌迷也覺得說這樣不錯 對因為換不一樣的曲風 對 可是不一樣的曲風當然也會有 有一些新的聽眾進來 對對對對對 所以她們有什麽樣覺得 啊原來妳們也是可以這麽可愛 因為就很奇怪嗎 因為反而是酷酷 然後突然間整個變可愛了 其實在以前的EP裡面 其實也是有比較 像一起去旅行的 比較輕快的 對對比較不多 對 妳們這張EP整個就是 我剛剛講說很玩具的感覺 女子樂團 就很癲癲有沒有 就很很就是一整個歡樂 因為我們這一張就是要帶給大家就是幸福快樂 對所有正向的那種感覺 那個啊 不過我想其實對她們來講也是好處 就是會讓自己在唱歌的時候希望把更多的歡樂 帶給大家 帶給大家 所以不管你們自己背後吵得多麽的兇 哈哈哈 我是故意來吵我 有吵很兇的時候嗎 有 有耶 尤其是前面一兩年的時候 真的嗎 前面一年多的時候 其實現在也有啊 那也不錯 所以 我還是一定做標準 那時候會覺得 那時候會覺得 換我來幹嘛 其實不會耶 只是我只會擔心就是 因為還是要以她們原本的東西為主嘛 我是擔心我的東西會融不進去 因為 因為我做出來的東西跟我喜歡的啊 跟 以前一雷俠都是我們阿隊 主要在主導音樂部分 因為我們的元素都擦滿多的 擦滿多的 擦滿多的 所以我要跟她常常因為這個吵架 而且她們這一次排序喔 很明顯的是 我摸眼跟羽傑的都排在後面 呵呵呵 就是讓大家來就是 聽看看有沒有什麼很不一樣的地方這樣子 對 所以我看一下喔 嗯 從 幸福公主開始對不對 嗯 就是你們 你們 你寫的 幸福公主主要是我 我做的 她加入我們團團學的第一首歌 第一首歌 真的喔 對 原來幸福公主你知道嗎 然後第一句啊 就 太陽公公輕敲火窗 哈哈 太陽公公各位 哈哈 其實老實講 太陽公公 我剛開始當初就是 呃 收到這首歌的歌詞的時候 就是當下有點 呃 啊 轉變這麼大 然後我是不是要變成像那個 對小朋友講話的時候 要裝很可愛 然後 然後腳趾要非常的清楚 然後又裝很 非常非常溫柔的那種聲音 然後開始不習慣 嗯 第一次表演的時候覺得很扁扭 嗯 嗯 然後但是後來就覺得喔 慢慢調適好了 就OK了 你現在唱歌的時候 是要讓自己一整個就是很可愛啊 變了一個小公主 小女孩 會這樣子嗎 會需要這樣子嗎 其實這首歌的時候有時候會 嗯 所以要讓自己融入在那個前進 而且這首歌 很多小朋友喜歡 哈哈 哈哈 真的很多小朋友很喜歡這首歌 哈哈哈哈 對不起我為什麼笑成這樣子 哈哈哈哈 這很難像這樣 有沒有 很多小朋友喜歡 還是很多大朋友也喜歡啦 因為我們每次在唱的時候 他們都在前面跳 小朋友 你們在什麼場合表演啊 哈哈 都有耶 我們其實比較常在戶外 對 戶外就有很多小朋友 對 好 所以現在來聽這首 太陽光光出來啦 幸福公主 好